細節的話 你就按F8 或者射中段點也可以 因為剛剛跑太快了 傳遞過來 因為我這邊有個共用 不過這個地方 其實還可以寫更好一點 就是說 因為他這邊是 把清單的內容寫在這邊 那其實乾脆講 去 這個裡面去抓就好了 這個的 哪一列呢 D 就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 2到12 然後就先抓這一個 有沒有 然後A欄 跟 B欄的資料 就不需要一個一個call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還可以再更 再寫 寫更好 然後 他第一個 郵標先放在外匯 外匯指的 這個外匯指的就是美元指數 切到美元指數 另外他做什麼呢 把資料從網路上下載下來 所以他下載Web Table 2 放在哪裡呢 放在A1 放在那個 他指定的 這個最後一列上面 有沒有 這個抓下來 然後再抓下一個 抓到哪裡呢 抓到 I欄 的最下面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就是到 那個 Refresh 就是網路上抓 這個時候從網路上抓 抓下來之後的話 有很多資料 是我們不需要的 所以他需要做什麼呢 需要去做那個 字型有沒有 你會發現 抓下來的字型 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他這邊呢 如果說你要更改 他的字型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 Ariel的字型 對不對 你會發現這個上面的字型 跟下面字型不同 如果你要變更字型的話 記得有個屬性 叫fonds fonds.name 然後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這個字型的名稱 就可以了 你看 有沒有 馬上字型跟上面是一樣 那你怎麼知道字型名稱是什麼呢 其實你隨便點一個位置 然後找到那個常用裡面 這邊就有一個字型名稱 就這個字型名稱 當然如果你要改別的字型名稱 這邊都有 有沒有 你就選一個字型名稱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程式裡面 他就變化 你要的那個字型名稱 有沒有這個name OK 所以 以後要怎麼樣 去變更字型名稱 很簡單 就這樣一行 再來的話呢 整個欄寬全部自動autofits 那他這邊是寫sales.colonsautofits 就是所有的 儲存格的欄寬 通通調整 不過 我倒是比較不建議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他變成所有的欄 通通調調整 可能會比較耗費那個cpu的運算 最好是怎麼樣 你乾脆 到哪一欄 你就到哪一欄 比如說A到P欄 所以這個寫法其實還可以再改一下 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A到P 就好了 其他不要排 這樣的話呢 你的那個 效能可能會好一些 不然的話 等於是全部都幫你排 有沒有 全部都幫你做autofits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稍微改一下 然後 接下來就怎麼樣 最後 一列 要留下來 可是最後一列的上面這一列不要 多的有沒有 那這一列怎麼刪呢 我剛剛講的 就是 倒數 最後面一列的敘述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1 點Delete 把它刪掉 有沒有 然後再來換顏色 它這個換顏色 就是有哪些要 有哪些要換顏色呢 它這邊好像是針對c2 如果是c2的c2 這邊 這邊的最後一列 它是c2的最後一列 指的就是c藍的 這個詞 如果大於0的話 那就給一個紅色 反之的話呢 就給一個綠色 這個應該是綠色啦 就是淺綠色 那這個地方的話 它有大於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會跑紅色 因為本來是紅色的 再來的話呢 選取最後一列 再換下一個 底下就都一樣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大概知道一下這個流程 利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以後 你們的基本流程 第一個先建清單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看你哪一個 你哪一個 網路上的那個 web table 要把它下載下來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話 你就下載兩次了 或者是說你可以在這邊 加一個 豆點 3 其實這樣也可以同時 下載兩個table 不過下載下來的位置 可能你要在自己再搬一下 OK這個地方 順便說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繼續看 就是說呢 後面 我們 在問題7的部分 那 問題7 問題07 這個範例 各位先打開一下 它的順序 我想就是 升班到乘班 可是這個順序 不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要的順序 請各位看一下 就是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雲端上面 的工作表名稱 這個 這邊有個連結 請你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的順序 是要 假班 乙班 丙班 一直到 亥班 那我的順序 假如是要這樣的話 而且 你要經常 搬動 比如說 當然不只是 只有這樣的順序 還有別種順序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